好,大家好 今天是个周末 我进来回来和大家谈谈 疫苗和感染之间的一些问题 从疫情发展到现在 有各种各样的传闻 特别疫苗出来之后 对于疫苗的各方面的副作用的报道 是比比皆是 最早的时候是惠瑞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出来不到三周吧 就有一个死亡案例 就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医生 打了惠瑞之后呢 出现了血小板减少症 然后死亡 然后呢不久的又在中文媒体里面 特别在微信里面传了一个华人妇女 也是打了惠瑞疫苗之后 出现了血小板减少症 但是她是救回来了 而且是顺利出院 后续我又没听到什么具体的消息了 然后呢就是 牛亲阿斯利康里苗在欧盟被叫暂停 因为呢他们发现 是脑血管的一个血栓的问题 最近呢讨论比较多呢 就是青少年的 关于就是心肌炎的问题 关于心肌炎这个东西呢 我已经做了大概三四个不同的视频了 也包括了和 和一位心脏科的胡医生 我们也谈论过这个了 今天我就不谈论这个了 今天呢我最主要谈论的一下呢 就是关于血栓血小板减少症 关于这个呢 刚开始的时候有谈 后来呢就谈得越来越少了 但是呢 这个疑问以及这个困惑 还是围绕着很多人 很多人呢 断断续续呢都会问我一下 关于这个的问题 要该不该打 是不是不该打 诸如此类的 我一直没有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供给大家 一直到现在 在几天之前 8月27号 终于呢有一份比较完整的一个数据呢 我供大家参考了 这个数据呢是在英国的一个大型调查 这个英国的调查是8月27号 发布在英格兰的医学杂志上面 BMJ上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医学杂志来的 这篇文章呢 它是统计的人呢 是在12月1号2020年到4月21号2021年 他把基本上英国所有打疫苗的人呢 都在统计范围之内了 这个里面呢 牛津阿斯医康打疫苗的人呢 是1900多万人 而惠瑞疫苗呢 打的人呢是900多万人 在同一时期呢 由于核酸测试确诊感染的人 有170多万人 那把他们把这些人呢 全部归隆到统计里面 然后呢在这些人里面呢 找出同时期有血栓或者血小板减少的案例 那么这是他们的结果 这个结果呢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紫色这个 是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就是紫色是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而这个橘黄色是辉瑞疫苗 然后呢这个粉红色呢是被感染的人 粉红色是被感染的人 然后呢他们就是按照里面的案例 百分比进行划分 那么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大致一下先看一看 就是粉红色的远远的高过紫色和橘黄色 不管是哪一项 那么那里面到底具体哪几项呢 第一个就是血小板减少症 就是我刚开始说的 就是那个佛罗里达的那个医生死亡的 就是血小板减少症 血小板减少症和普通大众来比的话 疫苗确实有一些提高 但是如果你患病的话 是普通人群的三倍 是远远的 如果你得了新冠的话 血小板减少症的概率 远远高过打疫苗的 另外呢就是静脉血栓 静脉血栓呢是我们一早就发现的了 静脉血栓呢 其实打了疫苗的时候 有一些比普通人群还低一点 像那个辉瑞还低 这个不管了 就基本上和普通人群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得病的话 静脉血栓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八倍 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欧盟停止牛津阿斯利康的原因 就是脑静脉斗血栓 脑静脉斗血栓的概率 你们也看到了 确实高 大概是普通人群的两倍 但是如果说你得了新冠的话 也是普通人群的八倍 所以说脑静脉斗血栓 如果被感染的以后 形成的概率远远高过打疫苗的 心肌梗塞 缺血栓中风 同样你们也看过了 要高几倍的概率 那么呢过去如果大家说 我们防复好 或者说找出一个形体免疫 我不打疫苗也无所谓 如果打到70% 群体免疫了 我不打了 我也可以保护 别人可以保护我 但是在这Delta的变异情况之下 你不打疫苗 被感染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高了 现在你们也看到 英国 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一波 也就说明这个问题 将来会不会有更加强的变异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希望没有 如果有的话 你们不打疫苗的话 这个风险也就被感染的风险 就是大大提高 如果你被感染的风险 大大提高的话 那么你这些副作用的概率 也就会大大提高 这就是整个研究 想告诉大家的一个问题 他们不否认 牛津阿斯利康汇率疫苗 确实有这方面的副作用 但是被感染的来说的话 这是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好了 那么今天我就基本上就讲到这里 希望这个能够解释一些疑惑吧 因为我看到下面 有些听众有这方面的疑惑 那么我相信 希望这个能给大家一些 让大家明白一下吧 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去 对待这个疫苗的副作用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希望这个疫情能早日过去 谢谢大家 今天就讲到这里